美国南部地区华人媒体中最具规模的首推美南报业集团 美南报业集团成立卖录了第35年 结合了报纸跟电视 而美南报业董事长李卫华 在美国求学毕业之后白手起家 1979年出版了第一份美南新闻周报 随后也扩展到全美的华盛顿新闻 芝加哥时报 达拉斯时报等11份加盟报 2009年他的事业版图更扩及电视 他的媒体集团在华人媒体中举足轻重 并且协助许多华人就业 找到了在美国安身立命之路 美南报业集团就矗立在休士顿好运大道上 2001年迁入限制后 媒体事业版图不断扩张 2006年成立了国际贸易中心 成为华人及美国企业资商及合作的平台 2007年德州州长帕瑞正式签字 成立休士顿国际区 由美南报业董事长李卫华担任区长 美南报业可说是美国南部地区 最具规模的华人媒体 董事长李卫华是台湾留学 在美国白手起家的成功范例 1969年 李卫华从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毕业后 1974年 获德克萨斯州州立拉玛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 之后又到哈佛大学商学院研究 他决定留在美国 律师建议他办一份中文报纸就可以申请绿卡 当时他身上只有500美元 但仍硬着头皮独自办报 我们开始70年代 我们到美国来是一个穷留学生 那个时候我在德州州立的拉玛大学上课 上完课拿到学位以后 我们真的是从500块美金起家的 当时在非常艰苦的情况 那么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做 包括我太太打字 我自己去跑广告送报纸 所以可以说是在一个非常简陋的情况之下 开始我们自己的视野 华人媒体市场有限 起初印刷厂都不愿意帮他印报 李卫华硬是向银行贷款买下一个印刷厂 1979年出版了第一份美南新闻周报之后 版图迅速扩展 共有华盛顿新闻 芝加哥时报 达拉斯时报等等 十一份加盟报 2009年美国进入全面数位化的时代 美南报业也由平面跨入了电视等 复合媒体的新领域 成立了美南国际电视 美南新闻这么多年来 为了能够加强我们各方面在媒体方面的平台 所以六年前我们也进入电子媒体 美南华语电视台 我们也希望在涉及教育方面 能够把我们的媒体跟教育来衔接在一起 我觉得今天在美国的生存 一定要多角化的经营 才能够使我们不断地往前走 不断地壮大 也就是我们今天生存之道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您收看 美南国际电视为海外华人提供每周七天 24小时的多元性免费电视节目 让身在异乡的游子们 天天都能感受熟悉又亲切的华语电视节目 今天是美南新闻成立30周年纪念的日子 也是美南新闻跟国际时评传播公司 共同打造的美南国际电视台开播的日子 从报纸跨足电视 身处海外 美南貌业挑起了华人与当地融合交流的重大责任 1984年 李卫华荣获全美节制今年奖 曾被修士顿市长任命为公共电视委员会委员 1992年入学美国企业家宁源路 我们进入美国的主流 事实上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我也常常跟他们说 我们就是美国的主流 因为美国是一个民族的大勇奴 我们对美国的社会就有各自有不同的贡献 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是从任何的角度来看 我们要安生立命在这个国家 我们必须扎扎实实地在自己打根 我想我们才有生存的机会 回想当年亲自跑广告送报纸 到如今成为有影响力的媒体集团 如同所有在一乡成家立业的华人一样 李卫华告诉自己 不只要求生存 更要追求成功 而他对于台湾多元竞争的新闻界 也有深深的期待 我们希望国内的媒体 能够真正地把问题的重点找出来 再谈论 不要把一些很小的小事 那么变成一个大事在讨论 不同于其他华人多半经商 李卫华选择了经营高难度的媒体业 他说在自由社会的美国 有绝对选择自己行业的自由 媒体是他最喜欢的事业 除了社会责任 三十多年来 他为华人社区记录了 无数海外成长发展的点点滴滴 承扬华人文化 并带领华人在美国 找到安生立命的生存之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